身边每一个朋友几乎都跟我说过赵雨琪是垃圾 我也知道她并非良人 却更清楚 自己对她的爱怨大于恨 以前在网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不幸的人需要用一生来治愈童年 我想赵雨琪对我而言 就相当于治疗我心里创伤的药 纵使她出轨 嫖娼 谎话连篇 我始终做不到断舍礼 她令我上瘾 使我沦陷 无论如何我都戒不掉她 或许我们的爱情与惺惺相惜无关 只是来源于我对幸福生活的执念 相恋五年 我百般坚持着这份执念 当我怀着她的孩子 以为我苦心守候终于换来理想中的幸福时 她却选择逃离 晚起失踪 狠心将我和孩子抛弃 我寻她不着 夜深人静 独自躺在冰冷的双人床任泪水肆虐 门心自问 当初和她在一起究竟后不后悔 思前想后 我的结论是 无怨无悔 和赵与其相识 是在亲戚的新婚现场 我是伴娘 她是现场摄像 接亲环节 有一项恶趣味游戏式婚闹伴娘 之前 亲戚跟我说只是无伤大雅的小玩笑 可当三五个男生撞破门扑向我们两个伴娘时 我后知后觉发现这并不是小玩笑 而是故意要看我们出丑的 他们抓住我们的手脚 撕扯我们的裙子 我们连声尖叫 周围人却笑得前仰后合 在我六神无主之际 赵与其相从天而降的英雄 丢下摄像机推开我身前的两个男生 还警告式地说 哥几个 我都拍下来了 这要是流传出去对你们很不好 她这样做令在场南方亲属很不满 新郎也觉得很没面子 当即发作 新娘认为南方及其亲属非常不尊重她 就和新郎吵了起来 大喜的日子 因为这场小风波 差点闹得不欢而散 虽然他们还是按既定流程完成婚礼 却把风波的起因无端 怪在我们两个伴娘和赵与其头上 为此 赵与其丢了工作 我则遭受母亲一顿臭骂 还被赶出家门 其实 亲戚与我没半点血缘关系 新娘是我继父的侄女 婚闹一事 害得继父在家人面前颜面受损 当晚回家便家抱了母亲 母亲十分畏惧继父 她只是稍失眼色 她就连声叫妈让我滚出她的家 我未做任何犹豫 提起没来得及打开的行李箱夺门而出 原本就是母亲求我回来 借此机会讨继父欢心 到最后没能博得她的认可 反而又加深她对我厌弃 继父如何看待我 我并不在乎 她有钱有势 对母亲而言是余生最好的归宿 我满心希望她的日子能好过一些 这样就不会再挨了打之后 想一无所有的我哭诉她命苦 确实 母亲的命很苦 父亲离世时 我不满七岁 她独自带我长大遭过不少罪 我十二岁时 她曾和一个男人短暂同居过几个月 可对方是个风流浪子又好吃懒做 母亲忍受不了便和她分手 未过几年 她在饭店打工结识了身为老板的继父 凭借交好的向往和温柔的性格深受继父喜爱 成了她的情人 不出两年 母亲给继父生下儿子 老来得子令继父欢喜一场 匆匆与妻子办了离婚手续 将母亲娶进门 在他们的三口之家 我无疑是个特殊的存在 一方面 继父重男轻女 连自己亲生女儿都能弃之不顾 更不要提我这个继女 一方面 在母亲眼里 我是提醒她曾经受苦受难的依据 她过得越好就越觉得我碍眼 带我上了大学 母亲直接告诉我 以后没什么事不要回家住 免得惹继父不高兴 那晚被赶出母亲家 我去附近的旅店住宿一夜 原计划是打算当晚就买返校的火车票 离开这座让我伤痕累累的城市 但另一个伴娘在微信联系我 说已经和赵雨琪约好隔日中午请她吃饭 对她的英勇之举表示感谢 我想都没想答应下来 第二天如约碰面 饭桌上赵雨琪的幽默风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加了微信后 从此便有了交集 做了几个月的网友 我和赵雨琪对彼此很有好感 其实我们的成长经历有些像 她十岁那年父母离异 一直跟随父亲生活 她父亲虽然老实本分 但性格火爆 酗酒成性 后多了回家就要撒酒疯 还会对妻儿拳打脚踢 她母亲不堪忍受家暴而离婚 没多久已相好的男人离开老家 多年来从未询问过赵雨琪的死活 和我一样 赵雨琪对婚恋始终很抗拒 她承认自己交过几任女友 可最长的一段感情也不足半年 她直言自己不知道该如何却爱一个人 也不知道如何才能与人长久相处 我表示自己也有这样的困扰 但我不像她那么悲观 如果生命中注定会遇到那个对的人 我一定不会像母亲那般 以牺牲自己全部为代价 只为了养尊处优的富贵生活 我有一案是她我对她心忧所属 赵雨琪心理神会 很暧昧地跟我说 若一个男人能被我这样真性情的姑娘爱上 必定会很幸福 我单笑不语 挂断电话前 她答应会给我一个惊喜 那时我正值大学毕业 她已恭贺我成为社会人为友 千里迢迢跑来见我 见面时 我们都没有尴尬或生疏的感觉 反而像阔别多年的老朋友 说说笑笑十分开心 赵雨琪专门带了相机过来 为我和舍友吉同学们拍了许多漂亮的合影 当晚的寝室聚餐 我要她同行 她爽快答应 还当着所有室友的面向我告白 在姐妹起哄声下 我红着脸与她相拥亲吻 并与她一夜温存 正式做了她的女朋友 从那以后 赵雨琪和我一同留在大学所在的城市落了脚 我们租了间公寓 像很多情侣一样 过起平凡却幸福的同居生活 见惯生活的苦 我早对婚恋不抱有任何期待 没想到赵雨琪会突然闯入我的生命 初见的美好蒙蔽了我的双眼 令我义无反过爱上她 认定她就是能为我遮风挡雨的港湾 在一起两年半 我们闹过一次分手 当时她几乎半年没有固定工作 血而漂泊的天性让她难以在一个地方长久安定 两年半的时间换了不下四家影楼 为此 我们频频陷入争吵 她不堪忍受我而提念命的唠叨 我也无法接受她收入不稳的事实 几次争吵令我们重新审视了彼此的关系 发现若想继续走下去困难重重 彻夜长谈后 我们选择和平分手 赵雨琪搬离了我们的小家 临别前 还不忘替我做好午饭送到公司 我捧着热乎乎的饭和泪如雨下 看着她黯然离去的背影 心中满满不舍 分开后 我冷静想了一阵 确定为了工作和收入与她分手实在不值得 分手期间 我们并未断了联系 基本上每晚都会在微信聊很久的天 这种未见疏远的关系 使我们都有从未分开的错觉 长久不见面 反而催生了我们对彼此的牵挂与思念 大概过了一个半月 忍受不了相似煎熬的我 主动联系赵雨琪提出复合 令我意外的是 她含恨乎乎拒绝了我 我一再追问原因 她也未能说出所以然 一气之下 我挂断电话 接连几天都没跟她联系 不到两星期 赵雨琪拎着行李上门 见到她的那一刻 我满腹之问梗在喉咙 哭着扑进她怀里 和好后 我始终没再问过她那天拒绝我的理由 毕竟她对我一如当初 沉浸在事而复得的幸福中 我无暇理会堂的 只想牢牢抓住和她在一起的每一天 期盼我们能修成正果 可惜好景不长 我无意间找到了她不肯跟我和好的原因 揭开赵雨琪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她越泡成性 跟许多女生暧昧不轻 2020年国庆节前 我们再度分手 几次她偷吃被我抓到 我一再给她机会 她仍死刑不改 我彻底心灰意冷 下定决心再也不会为她回头 这次分手 我主动搬离出租屋 想以此证明去意已决 赵雨琪跪在门前哭着求我不要走 信誓旦旦表示自己会痛改前非 那时我已经十分崩溃 自然她说什么都不肯相信 到底还是冷漠离开 搬进公司宿舍赞助 宿舍的环境比较简陋 一开始我很不适应 赵雨琪在朋友圈看到我发的牢骚 每晚都会打来电话 虚寒问暖 起初我一直默然相待 后来听她总是提起我们四年相处的点点滴滴 慢慢的 我开始心软 恰逢有一天在公司和同事办了几句嘴 并我心情很不好 和她打电话的时候 没能忍住情绪哭了起来 赵雨琪当时就有些着急 不管我怎么拒绝 只要来宿舍楼下等我 见到我不由分说将我带回家 一路上反反复复说 故人看我受苦 还要我辞职 她说 她已经找到日进抖金的工作 足够负担起我们两人的生活 其实我没想跟她复合 可人在最脆弱的时候 听到安慰的话语难免会产生依然感 我握着她温暖的手不愿放开 任由她拥着我回到昔日温馨的小家 当晚便住了下来 那天之后 虽然我们没有明确说和好 实际上心照不宣 又凑在一起过日子 我的朋友得知这个消息 恨迪不成刚骂我是在犯件 怎么会受赵与其三言两语的哄骗 又上贼船 我没有否认 清楚自己是真的离不开赵与其 贪恋他带给我的安稳的假象 迫切希望能够和他结为夫妻 以为这样就能永远断了他留恋画画世界的爱好 可我还是太过天真 赵与其从没为我改变过 某天晚上他在洗澡 手机就放在枕头边 听到电话铃响 我看了一眼他手机屏幕 来电显示客户美眉 当时我心里就不太舒服 但为了表示尊重他的工作 我并未接通电话 铃声响了许久才停掉 隔了几秒 一条微信赫然出现在屏幕上 大致写道 摄影师哥哥怎么不接我电话 是不是女朋友在家不方便 我顿感愤怒 解开密码锁 点击微信想问问那个客户和赵与其究竟是什么关系 没想到翻看微信聊天记录后令我大吃一惊 原来在挽回我的那些日子 赵与其都没断了约炮行为 自从做起约拍摄影 他跟很多女客户都来往密切 我们分手的那段时间 包括和好后的两个多月 林林总总算起来 他约过的女生少说的有七人 我拿着电话冲进浴室和他理论 赵与其咬死不承认自己又做了对不起我的事 我不想听他解释 失望和伤心填满我的大脑 不过他的阻拦连夜搬回宿舍 并拉黑他所有联系方式 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再与他来往 但我食言了 面对赵与其 我好像永远也学不会拒绝 这次分手后 他联系不上我就来公司找我好几次 我避而不见 他也未过抢求 总是幸幸离开 有一天晚上下班 他却坚持要带我吃饭 说有很重要的话对我说 见他表情不太对 我有些担心就随他去了我们常去的那家烤肉店 期间 他不顾劝阻喝了很多酒 哭着跟我说了无数遍对不起 又说这是他陪我吃的最后一顿晚餐 让我以后好好生活 我不明所以反复追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只是不停地哭 连连摇头不肯回答 晚餐结束 他送我回宿舍后独自离开 在宿舍待了一阵 回想起他的状态 我心里非常不安 急忙下楼打车赶往他家 一路上 我给他打电话 他始终不接 到他家门口敲门也无人回应 我忙掏出钥匙开门 幸好他一直没换锁 也幸好我感到及时 在他吞下半瓶安眠药不足十分钟的时候 立即带他去往医院 挽回了他的生命 后来他坦白自杀的原因是一个约炮对象告诉他有了他的孩子 这使他突然感知自己犯了大错又不知如何是好 而他唯一能诉说的对象偏偏与他分手 一十万年俱灰 才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即便如此 我仍然选择原谅他 与他重归就好 因为那个精魂的夜晚 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脆弱的模样 我才明白 我不仅离不开他 更不能接受他留我一人孤独活在这个世界上 哪怕他不够好 我也愿意用一生守护他 但照与其再三让我的希望落空 隔年一月中旬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 我满心唤喜对他说他马上就会做爸爸 听到这个消息 他大惊失色 立生急色拒绝我提出结婚的要求 没多久竟人间蒸发 没想到他会一人决然抛弃我 伤心之余 我四处打听他的下落 最终是他之前的同事将他的行踪发给我 我才知道他打到回府 人就在老家 不过并非独身一人而是另有新欢 我去不过他如此绝情 匆忙辞职后 回老家找他当面对质 赵与其明明白白告诉我 我们不合适 觉得跟我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我认为他的说辞相当荒谬 不明白想要和他结婚 为他生子 与他好好过日子的我 怎么就不能给他安全感 赵与其说 我要的安全感是无牵无挂 这辈子都不想结婚生儿育女 他的回答令我感到啼笑皆非 也无从反驳 为了让我死心 赵与其还拿出新女友的照片给我看 他露出一副深情模样对我说 你看 他和我刚认识的你多像 我仔细端下了女孩的照片 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有几分像我 只是眼神中带着几分天真懵懂 看到他的样子 我难免联想到曾经的自己 我猜女孩和我一样 被赵与其的浪漫不羁深深吸引 为了和他在一起 可以不图任何身外之物 只要能与他相伴相守 哪怕随他流浪也无所谓 如我所想 赵与其叙叙叨叨讲了许多 他和新欢相处的细节 都和最初的我们无二分别 我越听越觉得不甘 想到自己为了他已经委屈 求全到未婚先孕 做出这么多牺牲若还不能嫁给他 那真是生不如死 最终我什么都没说 和他道别后一个人默默回到赞住的酒店 想着先冷静一下 再思考对策 可我根本没有什么对策 因为情绪低迷 怀孕反应比较剧烈 我的身体状况非常差 常有眩晕伴随心机出现 比起自己不舒服 我更担心孩子会有不测 出为人母 让我感受到母子间强烈的羁绊 对母亲的思念忽然变身 做了许久的思想斗争 我决定把这几年经历的种种 亲口说给母亲听 看到我笨拙臃肿的体态 母亲惊讶地说不出话 眼泪却止不住流 我们母女抱头痛哭 母亲边恶恼自责 边埋怨我为何走她的老路 跟一个男人不亲不楚的时候就怀了她的孩子 我对母亲无所保留道出我对赵雨琪的感情 原本母亲坚持要我堕胎重新开始新生活 但我谢斯迪里表示 我绝不会抛弃我的孩子 无论如何 我必须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 母亲清楚我对完整家庭有很深的执念 更清楚一切根源来自她多年对我的亏欠 凡事有因才有果 母亲深知改变不了我的想法 便顺着我的意思 替我拿主意 她已改进小声微之态 向继父提出要为我准备丰厚嫁妆 起初继父并不同意 母亲就以弟弟做理由 苦口婆心劝继父 儿子总会长大娶妻 若女方得知继父待我不好 免不了要担心把女儿嫁过来会受苦受难 弟弟是继父唯一的软肋 左思又想到底答应母亲的要求 拿出五十万给我 随后母亲让我约赵宇奇见面 直接了当向她说明 除了五十万嫁妆还会出资替她开办一家摄影工作室 还说 只要她恳娶我 将来我们的生活绝对有保障 毕竟继父在城市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能做她的女婿必然不会被人轻视 赵宇奇家庭条件并不好 她父亲多年靠打零工生活 花钱大手大脚 从来没为她攒下什么娶妻生子的钱 所以母亲将现实赤裸裸地展现在她眼前 赵宇奇几乎没怎么犹豫 千恩万谢同意娶我 果断和新欢分手 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好 不仅立行陪我产检 还主动表示可以心领证再办婚礼 要给我和父中孩子一个圆满的交代 这段恋爱历史五年 五年里的每一天 我都无比期待嫁给她的梦想能够早日成真 可当这一天终于来临 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原来 每个人最终都会想现实低头 我曾费尽心力试图让她戒掉恶习 也曾亲力追寻求她回心转意 到头来她却为了金钱乖乖回到我身边 而我也不过使用金钱牵绊住所爱之人的脚步 事到如今 情爱成了讽刺我的玩笑 我终于能理解 母亲宁愿牺牲明杰和我这个女儿 也要攀附继父的决心 在真实且残酷的生活面前 除了不择手段的争取 我们别无选择 林郑的第三个月 我和赵雨琪的儿子降临人士 生产的过程如同在传轨门关 我遭遇难产 直至一生上了产前 孩子才得以顺利出生 以前我不理解继父对男孩的执念 可当我自己有了儿子 亲眼看到赵雨琪抱着孩子欢呼我们老赵加油后了 那副万分激动的模样 既令我欣慰又令我心酸 欣慰的是 有了儿子以后 成为父亲的他不再似从前那样 对工作和收入保持无所谓态度 而是干尽十足 一心一意要为儿子的未来 积攒许多财富 心酸的是 他和很多男人一样俗气 认为儿子才是血脉传承 他根本不在意任何女性 包括我在内 所有和他有过情感知识的女人 都未得到过他的真心 他如此自私 我也彻底看清楚他的为人 但仍愿意坚持和他走下去 不为别的 只为孩子 请不吝派